大家好,我是小宇 自从入围了世界3D渲染挑战赛的Top100 就得到了很多3D领域的关注 这次受到《明日之后》这款游戏的邀请 根据提供的母版制作一段海洋主题的 废土风3D渲染动画 一看到模板我就知道这次得有流体模拟了 我用了很多年的Cinema 4D是教育版的 不能够商用 而且Cinema 4D没有流体模拟功能 要用X Particle或者RealFlow的话 又得支付一大笔钱 所以我就想到了自带流体模拟的免费商用3D软件 Blender 了解3D制作的朋友都知道 C4D和Blender的操作系统和工作流都有很大的区别 习惯了C4D的用户很难适应Blender 要在一个月里在其他工作的间隙当中 用一款陌生的软件制作一段动画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但是一想到免费两个字 我就充满了动力 海洋主题 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春里下塘边和海边都很常见的泡沫板 泡沫板的形状够简单 就是一个长方体周围包了一圈球体 我用网格和缩果修改器制作了渔网 平台就有了 为了强调海洋污染的问题 我把跃出水面的怪兽设计为由垃圾组成的 用挖掘机的蝉斗作为头部 身体用默认的立方体捏了捏 加了曲面细分和扭曲修改器就产生了蠕动的感觉 因为形态很简单 所以我也没有做骨骼绑定 只是加了一个简单的弯曲修改器 又把网上下载下来的免费商用的瓶瓶罐罐和鱼的模型 用毛发模拟的方式覆盖在了怪兽的身体上 这样它们就会跟着一起动了 海面如果做成水的质感 这么大的面积 高精度的流体模拟 我的机子肯定是支撑不住的 所以我把它设计为粘稠的污染质感 这样子模拟的精度就可以降低了 材质做了扭曲和各种颜色 看上去是一种很剧毒的重污染的感觉 幸存者我设计为一个拾取海洋垃圾的清洁员 平台上有很多装垃圾的篓子 人物是Mixmo上面的模型 更改了一下材质的颜色 做成了脏脏的感觉 又加入了一些绷带的元素 泡沫板上的灯光是SketchFab上免费的商用模型 做了些扭曲的破碎的效果 灯架一开始是木头的 但是太中古了 于是换成了机械臂 一开始为了做前后景的冷暖对比 在背景的工厂加入了很多冷色的灯光 但是看上去不废土 反而像一个科技繁荣的地方 于是加入了破破烂烂的楼 还有熊熊燃烧的火焰 整个动画制作下来 我彻底习惯了Blender 告别了Cinema 4D 我觉得学习一款软件最好的方法 就是去用它做一个完整的项目 我没有看完整的系统的Blender教程 而是根据我所需要实现的效果去搜索 比如如何在Blender里做流体模拟 如何在Blender里掰骨骼 这次学到的最大的一个道理 就是要学会做减法 来优化自己的时间和场景资源 K动画很难 K手指的动画更难 所以我把角色的一只手砍了下来 火焰和爆炸的效果 我一开始试图用Blender的火焰模拟来做 结果体积渲染机就直接卡爆了 所以改成了用平面素材 因为是实拍的 所以效果反而更好 火焰造成的空气扭曲效果 是加了一个由照波驱动的透明平面 至于建模 只要最关键的地方 最特别的地方自己做就好了 网上有很多免费商用的模型可以去下载 就算收费的一般也都不贵 如果你试图自己制作场景里的每一个模型的话 是很难去构建一个复杂的场景的 我做的只是整个混简视频当中的一段 大家可以去明日之后的主页里面 观看完整版的接力渲染视频 其他14位3D艺术家的动画都很棒 顺便说一句 第5届的世界3D渲染挑战赛已经开始了 这次的主题是动态冥想 说白了就是打太极 截止日期是8月28号 我会把详情放在简介 我的基本场景已经搭建完了 目前在抠细节了 如果你想挑战一下自己 就一起参加吧 如果你喜欢这次分享 能不能给一个一键三连